新学习才开学,高雄市就进入一波肠病毒高峰期 市府卫生局前往幼儿园进行洗手舞步骤的宣导 由于目前高雄市的肠病毒就诊人次超过流行水位 呼吁家中有幼儿的家长也要注意自身的卫生习惯 并且做好居家环境的清洁和消毒 小朋友蹦蹦跳跳,跳着健康洗手操 把预防肠病毒的洗手舞步骤牢牢记住 并且养成习惯,因为开学之后小朋友群聚在一起 正是肠病毒传染的高峰期 那这也跟过去的流行的那个经验曲线看起来 其实也是一致,在通常每一年的开学 不管是,尤其是在进入秋冬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 那开学其实会引发另外一波的肠病毒的流行 除了小朋友要懂得洗手预防肠病毒之外 大人在回家之后也要做好洗手洗脸和换衣服 再接触小朋友的预防动作 另外家中一些小朋友会接触到的门把 扶手和玩具等等 也要随时做好清洁和消毒的工作 因为肠病毒就容易隐藏在其中 7月份的时候开始做全面所有的幼儿园 跟学校的那个机构洗手设备的查核 那目前也都符合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再有第二波的一个查核的行动 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家长除了小朋友要落实洗手之外 家长跟照顾者也应该要落实洗手的动作 那另外回来之后返家从外面返家之后 也应该要落实洗手洗脸换衣服 这样子才可以保护家中的小朋友 然后避免引起家中肠病毒的群聚 而进入秋冬季节流感疫情也会逐渐升高 待在室内的话尽量开窗保持空气流通 有感冒症状或抵抗力弱的人也最好戴上口罩 在10月1号起也可以到合约诊所施打流感疫苗 那10月1号以后是流感疫苗的开打时间 那目前我们一共有合约的大概200多家的合约医疗院所 那合约医疗院所的部分 我们目前还在持续的鼓励医疗院所的加入 那在幼儿园的部分我们除了我们也会到幼儿园来服务 所以如果说需要有团体接种的部分 他们都可以向我们卫生局来登记 开学之后肠病毒又蠢蠢欲动 流感疫情也蓄势待发 市府卫生局提醒大人和小孩 要做好个人卫生习惯 才能够让流感和肠病毒不上升 港督新闻潘志光 来长帮 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